- 避免 - 依你違反台灣地區 - 到我們地區人民關心條例 - 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 - 請立即轉向 - 競速指令 - 中國海警14602 - 中國海警14509 - 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組 - 一定要動動發展土皇國 - 依你違反台灣地區 - 到我們地區人民關心條例 - 進入我們限制水域 - 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 - 海域繼續及安全 - 請立即轉向 - 競速指令 - 我們限制水域 - 否則我船將依法採取 - 避免行動 - This is ROC台灣 - COECOastre 高雄爱河上空直升机 在天空中不断盘旋 就在中共发布军演的这一天 早上十点半左右 高雄爱河上空陆军赶箭 出动了何几架直升机 在地方法院办公的民众吓坏了 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场军演让所有市民都绷紧神机 包括陆军演进蛇攻击直升机 战搜直升机都飞越市区 机翼挂在实弹在市区肉圈 这状况真的是很罕见 这个战机飞来飞去的画面 也被许多民众都捕捉到了 还宣署发布说明 因应这次中共的演习 会协同国防部严密掌握 除了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之外 也调动线上巡防舰艇 与国防部对应监控 同时提醒近期航津附近海域 这些商货轮以及渔船 一定要提高警觉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 在北京的最新观察之后 我们要前进到金门的最前线 东森新闻团队前进第一前线金门 独家直击了海洛挖兵 以及海巡加强备战场景 最后给记者廖维红 中国的这一回的围台军演 其实打的就是一个挥区冲突 手段的方式 加入中国海警 进行锁台的一个战术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在金门的廖罗湾这边 可以看到现在港边 其实停了非常多艘的海巡艇 而在后方 我们也独家直击到了 海龙的挖兵的海龙艇 跟海龙快艇 可以看到 其实有我国的海军 还有海龙的军方的人员 都是在舰艇上严加加强的来戒备 而其实在后方 还有含LCU的艇 其实上头还有机枪 机枪炮 都是在上面严加来戒备 而其实这一回 不仅是国军严加来戒备之外 其实我们稍早也直击到了 我国海巡的单位 其实在金门这边也是强化戒备 他们其实一早 大约在刚刚两点多的时候 就是由海巡单位的弟兄 驾驶的100吨的巡逻艇 是紧急来出港 来进行海上的戒备 那其实应对这一回的 中国联合力舰的2024演习B 其实我方国军跟海巡单位 其实也是都来加强戒备 以上也是我们掌握到 现场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台北国内 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今天凌晨宣布要针对台湾 进行联合力舰2024B的军演 目的非常的明显 是针对赖清德总统在国庆的演说 中共当局非常不满意 他们认为赖总统 持续是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大陆媒体就整理从2022年到2024年 整个三次军演的一个区域范围图 发现包围的区域是越逼越紧 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金门并不在演习的范围内 大家都知道之前陆克才开放 能够到大陆到金门旅游 所以其实看起来双方关系 有一点点和缓 所以金门并不在这一次演习的范围内 比较特别的是中国的海警局 他们也宣布 这一次是四支海警的舰艇编队 要对台湾进行一个环岛的巡航 这也是在上一次的演习当中没有的 上次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外岛 包含了东影和乌秋等等 大陆解放军强调 这一次是结合了海空陆 以及火箭军等兵力 演训的科目还增扎了 包含了对海空的战备的巡航 以及这个要港要路的封控 对海对陆的打击 以及夺回综合治权 其实今天是大陆的上班日 大家都非常的繁忙 尤其非常关心 很多投资人关心的 就是大陆的A股走势 目前是跌了百分 跌幅百分之二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在经济的议题上 但解放军这个时候出手 其实是有预告的 在昨天他们就 东部战区就公布了 一系列的军演的影片 其中还有四个字 整个带弹 这个弹里头有个台湾的图样 大家都认为说 这是要包围台湾 也是军演的一个预告 不过除了军事威吓之外 大陆的商务部也宣布 持续对台贸易壁垒 进行调查 可见中国大陆 还是以军事以及经济 来持续压制台湾 以上是我们在北京的观察 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 那么中国解放军间 进行对台的这个环台军演 那么此刻在高雄 左营军港最新状况 我们带您来掌握 此刻我所在这个地方 就是最靠近 左营军港的制高点 那么从这里看过去 最清楚港内的情况 那么此刻呢 我们看到的是 稍好之前呢 在这里观察到了运输舰 刚刚出去 不过包括像是 拉法业舰 以及其他的巡防舰 目前呢 大概有六艘左右 就在港区内 以及呢 在外围的地方 那么军方呢 似乎呢 是严正以待了 而稍好之前呢 军卡也在军区这里 来来回回 那么可以感受到 那么因为今天是 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军演 因此在军方这边呢 可以说呢 是严正以待 而稍后呢 我们也会在这里 随时为人来掌握 目前的最新状况 主播 国军全副武装表情 严肃执行演训任务 国防部14号早上发布影片 谴责中共刻意升高 军事威胁 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噪音 因为清晨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展开名为联合力舰 2024B的围台军演 这下子 中华民国国庆才刚结束 解放军就来挑衅 国军面对中共不理性挑衅的行动 除了表达强烈谴责之外 更表示已经按照 国军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派遣兵力应对 全体国军官兵将严正以待 秉持备战不求战 应战不避战的意志 守护自由民主捍卫 中华民国主权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而为了因应联合力舰 2024B围台军演 国军各地军机都强化警戒 也导致国内线有不少航班 都受到影响 有什么变动 马上请伟红告诉我们 各位观众 中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是无情发布了 对台要进行围台军演 命名为联合力舰演习B 那可以看到 其实受到这个演习的影响 我方的国军 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反制作为 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在松山机场的后机室 因为呢 台湾的不少机场呢 都是这个军民两用的机场 所以说呢 受到这个演习的影响 我方的空军演习 是紧急出动了相关的战机 来进行相关的反制行为 但是因为这样的行为 其实呢 各地方的这个民用机场 就会优先以这个 军方的战机起降为主 所以说呢 在机场的这个飞机起降呢 都会进行总量管制的情形 那现在在这个 松山机场后机室 这边可以看到呢 不少的国内线的航班呢 都是因为这个反制作为 而有这个航班延误的情况来出现 那其实呢 在这个后继室这边呢 也有不少的人在这边等候 就是起飞时间 像我们原定是10点20 要飞往金门的班机 也因为呢 这个管制的影响呢 有受到一些影响 现在的登机时间 有来做延误的情形 那以上时我们找到 现场最新情形 去把时间镜头交换给国内众 就在解放军公布整个带弹的宣传片 之后的18个小时之内 东部战区在14号凌晨5点半 紧接着宣布举行联合力剑笔演习 重点演练 海空战备警巡 要港要遇封控 对海对陆打击 夺取综合制权等科目 这次演习依旧动员了陆海空 火箭军等单位 而东部战区预计出动的新锐武器 其实已经在整个带弹的宣传片中 逐一出现 包括了歼20 歼16 轰6K等主力战机 当然也少不了火箭军的各式导弹 而根据我方情报 在海军方面 大陆的辽宁舰已经穿越巴士海峡 极可能停留在我国东南方的海域 监视美军动态 避免南海邻国蠢动 而这次的演习宣布时间 刻意挑在凌晨向外界宣示 解放军已经做好了 全天候的实战准备 包围圈更向台湾逼近 新增多个演习地点 而且没有预告结束时间 更增恫吓意味 这次演练任务部队 联合编组 是于凌晨夜间 即发起军事设压行动 随时可由迅转站 就像高悬头顶的立舰 随时落地的重锤 让赖当鱼近距离感受战争威慑 在这次演习当中 大陆海警船队也以逆时针的方向 加入围岛行列 号称海警怪物的2901舰 预计也将出现在 我方的东部海域 这艘海警船排水量高达1.2万吨 甚至还超过 我国既得级驱逐舰 尽管解放军扬言 挑衅越胜 勒得越紧 我方国防部则是强调 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不会改变 国军有能力也有信心 确保国家安全 东西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 中国海警14602 中国海警14509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组 PPO洞洞八量亭广播 民意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进入国限制程运 马祖海巡人员绷紧神经 紧盯不远处中国海警航船 因为这回中国大陆解放军 发起对台军演 包夹台湾 引力气船将尽速使离 违国限制水域 否则我船将依法抬取非要行动 四艘中国海警船 从马祖南竿西方3.2里 东引西北3.2里 进入我国水域 海巡署人员马上派出巡防艇 对应驱离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 14号清晨展开联合军演 就有民众发现 央视新闻同步直播演习的过程 旁边还有一整排中国网友 狂刷留言写下 祖国统一势不可挡等用词 挑衅意味浓厚 民众就猜测 这是中国当局手法之一 想要操纵网络媒体 制造舆论影响情势 目前台湾各地军港 也是保持戒备状态 像是花联港 海军出动两辆 怂风二行反舰飞弹发射车 已经升起 指挥管制车 卫星通讯车 也通通在一旁待命 处于备战状态 基隆渔民广播电台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马上通知渔民 共军绕台 我国军方也在港边加强戒备 不过现在正值白带鱼产计 渔民恐怕多少会受到影响 而机场部分 桃源机场航班 目前都正常 没有太大影响 中国当局无预警对台军演 台湾也是加强应对 就担心两岸局势越趋紧张 受害的恐怕还是百姓 东西的综合报道 大陆央视在中午前后 释放出联合力剑逼演习的现场画面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许多画面都是在深夜 或者是天刚破晓的时候拍摄的 呼应解放军全天后实战演习 所谓的新特点 而这也说明了 尽管东部战区 是在五点半的时候宣布开始 但是动员时间 可能早在深夜就已经发动 而逐步释出的演习画面 也提供外界更多线索 可以进行分析北京 这次军演的规模 以及与先前的演习 究竟有何差异 东西新闻到中心中的报道 战机紧急起飞 捍卫我空防安全 同时海军展现坚真能力 国防部发布影片 传达坚定守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也派遣适切兵力应处 东西新闻采防团队前进金门 直击两岸最前线 应对共军的联合历届演习 我国防部除了强烈谴责外 也依照国军经常战备 时期的突发状况 应处规定派遣兵力应对 回应中共环台军演 还迅速也调度巡防舰艇 队运监控中国海警船 总统赖清德上午则在府内 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行政院长竹龙泰 也临时取消视察行程应应 中国应该正视 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 并且尊重台湾人民 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要再军事挑衅 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现况 中国理应理解 赖总统国庆释出的善意 中共军演一次就会打击 总统赖清德国庆演说中 提及的祖国论 对此总统府强调其中善意 各部会也随时掌握 总统这边也已经召开 国安高层会议 针对中国军力的威胁 以及行政院相关部会的 这个应应 都有做出相当明确的指示 那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说 它会不会扩大 会不会延长 完全无视我政府释出的善意 也无视台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 对于保家卫国 我们做好了所有的部署 立法院各党团也齐身谴责 这就是一个无理霸道 穷兵独武的政权 不管他们的军演的位置 怎么样规划 其实本质都是毫无道理的恐吓 我们反对中共的围台军演 但是也请民进党 正式民进党执政之后 让我们的防卫众生不断地失去 面对中共武力恫吓 俯会谨慎以对 东森新闻留情张苑春台报导 好 新播各位观众 共军东部战区呢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是吴雨菌发布了 将对台展开这个 联合历舰2024B的演习 那东森新闻采访团队呢 现在前进两岸中前线 最前线金门来之际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在马山观测站周边的海滩这边 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位置呢 距离厦门的这个想安机场 距离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近 好 今天的时候 其实现在透过我们镜头画面 都可以看到后方的这些厦门的建筑 而在这个海边这边呢 其实还留有早期这个部署 这个反登陆装置 就是防范共军会来勾台的一个措施 而这一回的这个2024B的联合历舰演习 也有其中一项相当罕见的 就是中国呢 共军是联合了他们的海警单位 现在呢 是也发布了一个图像 就是这个海警单位是环台 绕台一圈 也是首度来发布这个绕台一圈的 相关的这个警巡措施 而警戒的范围呢 其实包含了花东地区 基隆沿岸等地区 那其实这一回呢 国军也做出了相关应处措施 也是派遣了相关循规的兵力 来进行战备的警巡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海巡这边 也是时刻来进行警戒 就是严防共军越雷池一步 以上就是我们找到现场 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再还给 彭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